等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来读神的话 我11月18日在这边讲了 《加拉太书》第五章 16到25节的前半部 上一次讲完以后 就有一些弟兄姐妹 有一些反应 大概归纳成两个 第一个说 好久没有听到这种信息 我说哪一种信息 他说责备的信息 他说责备的信息 这第一 第二有人写信就告诉我说 他说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说 他说他听了以后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 我说对啊 因为上次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要怎么面对 那我们今天才要来看下半段 就是到底我们怎么面对 我们今天的光景 那请你拿出周报里面的假夜 有一张今天要讲的奇目 肉体与圣灵的大纲 我们从加拿大书五章 16到25节 我们上次已经看了两段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 其余的两段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上一次 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11月18号那天讲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 但是感谢主的恩典 圣经并没有停留在21节 他从22节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我们盼望今天我们来一起看这一段的圣经 请我们翻开圣经加拿大书五章16到25节 如果你要看讲义里面也有加拿大书五章16到25节 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加拿大书五章16到25节 我读一节 请弟兄姐妹读一节 我们要轮流读 把这一段的圣经读完 加拿大书五章16到25节 保罗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绿拔以下 拜偶像邪术 仇恨 增进 忌愤 恼怒 结党 纷争 地端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 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上次从这一段的圣经看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今生内在有两个事例 一个是肉体 一个是圣灵 在五章16节17节 保罗在这边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 所愿意做的 这里提到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不顺着圣灵而行 就会怎么样 就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在我们基督徒 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 就是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 就能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可是这一句话是 你们当 当的意思就是表示 如果不这样会采生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如果我们不顺着圣灵而行 就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各处都让我们看见 一个得着神 生命的人像你我 并不是一个不再软弱 不再犯罪 不再失败的人 相反的 可能一个基督徒还越认识神 他越尽钱 他越知道自己的软弱 越知道自己的败坏 越知道自己的不够 越知道原来自己是这样子的人 有的人不肯面对现实的 他不要上体重 不要上体重机 因为他不想知道自己的体重是多少 可是不想知道自己的体重是多少 并不代表你的体重会改变 有的人说我这么瘦 我不能秤 我一量体重就发觉 我太瘦了 那你不量体重 你就会变胖吗 有的人说我太重了 我不要看 我不要面对那个现实 你不面对那个现实 你的体重并不会下降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 我们或许不会求救 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 我们或许我们不会去面对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跟家人到海边去 结果因为发生一些状况 我就发现我游到离岸太远 离岸太远 因为是海边 但是两个一个狭长的两个岛 所以水这样流过去是海 所以我就发现我离岸太远了 离岸太远我就发觉有个水流 我就在那水流的里面 我就发觉越来越远 因为我就有点紧张 我就看着岸 我就赶快游过去 没想到游过去 越游怎么样 越远 我就想我角度不对 因为它有一个洋流 所以我就回过头来 就往这个方向再游 因为如果你这样游 它水这样冲 那么你就冲到那边去 结果后来越游怎么样 越远 我就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害怕 我就想怎么办呢 而且好像没有人发现我游太远了 因为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非常的紧张 我就要下一个决定 就在几秒钟之后 我做了一生觉得最丢脸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喊救命 你知道那有多丢脸吗 你当然不会是我喊救命 不是你喊救命吗 我就喊救命 我就喊救命啊 而且因为那个事不是在台湾 所以你喊救命啊 还人家不知道呢 你要 cry for help 我就喊救命啊 救命啊 所以有人就看到 看到我了 然后他就看他说 救命真的还假的 后来就有一个人游过来 他游到我旁边 还问我说你是真的还假的 我说我都快要沉下去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要我救你 我有一个条件 我已经要救我了 还有条件 我就心心想说 怎么会叫救命了 还有条件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等一下一抓住我 我们两个都会沉下去 他说你要答应我 当我要救你的时候 你只能轻轻的碰着我的手 他说我现在手伸出来 你只能搭在上面 你不能抓我 他说如果你抓我 我就把你甩掉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他就把手伸出来 他当然他在游泳 我就把手放在那边 当我说把 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面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阵平安临头 我怎么样 得救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多少时候 我们是不知道我们现今的光景 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求救 可是当我搭在他手上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得救了 那一天我手放在他身上 他跟我说 因为我是会游泳 不是不会游泳 我就是这手打的 我就这样游 他就问我说好了没有 我说好了 他说好 他说你自己游回去 我在你后面游 以后我就游回去 他就在我后面游 游回去 他跟我说李先生 你是会游泳的吧 我说我是会游泳的 只是我在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知道 你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今生 那个肉体的力量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晓得 你会很害怕 你会觉得我这个基督徒 怎么会这么软弱呢 你这么软弱很正常 因为你靠着肉体 那么感谢主的恩典 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个事实 我们也有个办法 当我们发觉我们在软弱里面 在败坏里面 在痛苦里面 在失望里面 在灰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一个办法 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 基督徒今生内在有两个势力 一个是肉体 一个是圣灵 我们上次也说第二点 第二点 放纵肉体就产生情欲的事情 这边其实当一个人 放纵肉体的时候 即便是基督徒 他会产生许多情欲的行为 这些情欲的行为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广泛 跟我们以为情欲 是指色情方面 是不一样的 情欲不是指色情方面的 在圣经里面 情欲是肉体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行为 包含哪些呢 请我们一起来读 19、20、21 19、20、21 我们一起来读一辈情 情欲的事 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挟荡 败偶像 邪术 仇恨 增进 记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艳等类 我从前 这里提到一些情欲的事 这些其他一些肉体 所发出来的情欲的事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广泛 这里面我们上桌有15项 它力举 15项 有四大类 第一大类是性关系的败坏 性关系的败坏 就是奸淫 污秽 携荡 为什么把性关系的败坏 放在第一类呢 因为第一类的犯罪 性关系的败坏 是直接得罪神 得罪人 也得罪自己的 这种罪是很特别的 这种罪 他一次得罪三个 得罪上帝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 得罪别人 因为你陷他进入一个 不对的一个关系里面 第三 你得罪自己 这个是圣灵的殿 这是圣灵的殿 你得罪三个 你一次得罪三个 而这种罪是最难摆脱的 因为撒赞就抓住了 这是因为跟圣洁的关系 别人也不放过我们 第三 我们也不放过别人 当我们在这个情欲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在心关系的败坏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涉及别人 涉及上帝 涉及我们这个罪 就紧紧地抓住我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软弱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当我们放重肉体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会产生一些 生命上的一些错误的行为 其中有一类的归在这一类 就性关系在败坏 第二类 第二类是信仰的悟谬 这是在第20节的前两项 我们一起来念好吧 20节前两项是什么 拜偶像 基督徒会拜偶像啊 会不会 会不会 会拜偶像啊 我们早就不拜偶像了不是吗 基督徒常常说别人拜偶像 说别人拜那些有耳不能听 有口不能言 有眼不能看 有脚不能走的偶像 我们常常说别人啊 他们拜的是假神 那我们拜的呢 是真神 我们拜的是真神 可是倒过来说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把真神当神来拜吗 我们真的把真神当神来拜吗 他们的神 假神是有耳不能听 我们的神是有耳怎么样 能听 那我们有祷告吗 他们是有口不能言 我们是 我们的神是有口能言 那我们听吗 他们的神是有眼不能看 我们的神是有什么 能不能看 那么我们怎么在 他看到的看得到的部分 我们躲在黑暗里面 我们以为他看不到呢 我们身上高天他在那里 我在阴间下套 他也在那里 诗篇1.39篇 我到哪里去逃避你呢 我们当我们说神 他们拜偶像 我常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问我自己啊 别人把假神当真神拜是拜偶像 那我把真神拜 把真神当假神拜 是不是拜偶像 把假神当真神拜是拜偶像 那把真神当假神拜 是不是拜偶像 你是拜偶像啊 这是拜偶像啊 因为把真神当假神拜啊 把真神当假神拜 把假神当真神拜比较严重 还是把真神当假神拜比较严重 都严重你们都很聪明 我想想看 把假神当真神拜 很多时候是错误的认知 对不对 把真神当假神拜是故意的行为 这个不是错误的认知啊 认知清楚 一个是过失 一个是故意 我是不知道了 我们学的刑法 像故意比较严重一点 但我们里面 我们会不会拜偶像 到底把真神当假神拜 是不是拜偶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仰有一个误谬 就是我们以为 当我们拜了神之后 这个神就替我们工作了 这个是把真神当假神拜 第二个我们放纵肉体 因为以自我中心 就会放纵肉体 第三 放纵肉体 产生情欲的事情 第三就是人际关系的破裂 人际关系的破裂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以为肉体是情欲 第一类第二类 很多人突然没有爽过 原来人际关系的破裂 也是肉体产生情欲的声音 包含哪些呢 一共有八项 那八项就是什么呢 就是仇恨 增进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在这边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人际关系的破裂 也是情欲 的行为 在这边 我们发现 我们的肉体 有一个罪性 我们肉体 会发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得罪别人 产生仇恨 产生增进 产生嫉妒 这些行为 不仅伤害别人 这些行为 也造成我们跟别人 人际关系的破裂 人际关系 不是我们现在 社会上讲的 人跟人的关系而已 其实人际关系 更多的时候 是表现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 弟兄姐妹 基督徒当然不能做到 人见人爱 对不对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相怨 不能做到人见人爱 但是 一个基督徒 他跟谁都合不来 他跟配偶合不来 他跟儿女合不来 他跟父母合不来 他跟朋友合不来 他跟同工合不来 他跟邻居合不来 他跟同事合不来 那这个人 成了这个放纵肉体的基督徒 我们怎么检视我们自己 有很多面 我今年有没有比三年前 更懂得孝敬我的父母 我没有说我现在 很孝敬我的父母 我只是说三年前 我们有没有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圣灵能不能影响我们 还是我们不能被圣灵影响的 今年有没有比去年 更跟我 配偶的关系更好 我现在 有没有比两年前 跟我的儿女更好 当然了 他很不讲理 我们知道 可是我们今天都讲别人的 别人不对 别人不对 都是我对的 在这边 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能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人际关系的破裂 是我们没有被圣灵所引导 你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不是个理智问题 不是个理智问题 我理智知不知道有圣灵 不是意志问题 我要不要让圣灵带领我们 那 不只是情在这边 不是个情法的问题 我好喜欢圣灵 我好喜欢唱歌的那种感觉 不是 圣灵真正引导我们的时候 是我们要顺服在圣灵的理念 被圣灵引导要变成一种习惯 不是理智 不是意志 不是情感习惯 圣灵引导我们变成习惯 习惯这样 习惯圣灵引导我们 我们顺服 习惯圣灵引导我们 我们了解 习惯圣灵引导我们 我们低头 习惯圣灵感动我们 神的话来的时候 我们就顺着圣灵而行 因为这里写得很清楚 十六节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重肉体的情欲了 唯一能够不放重肉体情欲 这个办法就是什么 顺着圣灵而行 不是自我控制 弟兄姐妹 肉体是控制不来的 它比我们还强 它比我们还强 所以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是服务在祂的里面 如果不是圣灵贯穿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我们不是常常让圣灵 经过我们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说我们就成这样 多少年都这样 这是我的个性 我们说多少年都是这样的 我的脾气就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的喜好 有自己的天生的一种一种一种样子 可是圣灵能不能够通过我们 圣灵通过我们 说我们能不能够被祂得到 刚才我碰到海鹏 海鹏今天早上还来聚会 可是超多年前 我们一起去泰国北部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那边工作服饰 然后那天晚上有一个表演节目 我们在那边整理布置会场 整理布置会场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灯泡坏了 我们就说要去修那个灯泡 你知道我们的海鹏船道是非常热心的 他就说我上去 我们就说我们上去 他说我上去 以后他就要上去 我们就搬个梯子来 他就上去 下面有了扶转 他就上去 那边要放灯泡的时候 就把那个电源关掉 对不对 就暗暗的 大家在那边 然后就在那边 他就在那边换灯泡 就换到一半的时候 有外面的人从进来 就说里面怎么那么暗 就把灯打开来 就啪一声 你知道吗 一开海鹏就啪一声叫下来了 从上面叫下来 那边不会动 我们吓死了 吓死了 我们到海外去 培训 如果少一个人回来怎么办 还好他今天来了 他躺在那边 我们就看着他 一叫啊 后来他醒来 他这一手在那摸灯泡 掉下来的结果 他这边的手 这边破了个洞 你知道为什么吗 电流穿过去 从这边出来 还好电流没有从心脏通过 他刚才还给我看 他说 如果你要做见证 我可以上去给他们看我的伤痕 他那个不是钉痕的 他那是电流通过的 亲爱弟兄姐妹 圣灵通过我们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得到我们 还是圣灵是圣灵 我们是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如果得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 我顺服你 这是唯一能够解决肉体的问题 所以 人气的破裂 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动工 第四 饮食的无度 饮食无度 这当然 是得罪自己的嘛 因为你吃太多 喝太多 用太多 但这不只是 只到饮食的无度 我们满意见 一辈子不可能用的东西 也是饮食的无度 我们不爱护自己的身体 工作过度 也是不节制的表现 这些都是肉体的情欲 如果你不仔细分辨 我们不一定会知道 这是肉体的情欲 这都是我们自己彰显 我们自己的一种方法 我东西比别人多 我的能力比别人强 我吃的比别人好 我的钱比别人丰富 我的名誉比别人高 我的道德比别人好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 所表现出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生有两个很大的势力 我们没办法面对的 就是圣灵跟肉体 在我们里面相争 而肉体的情欲 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有这四个关系 如果我们停在这边 我们就完蛋了 但是感谢主的恩典 你知道圣经在22节到23节 就写出了一个 当一个人被圣灵带领 管束 他顺不顺着之后 会表现出来一个 很美好的行为 好 但我们来读22节 23节 我们一起来读 顺从圣灵 结出来那种德性的果子 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读22 23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圣灵所结的果子 刚才念的时候 是从你们念圣经以来 念的最顺的一次 因为有很多人念快 有很多人念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需要看圣经 为什么不需要看圣经 因为这段我们很熟 如果你是老基督徒 你就会背这段圣经 我们小时候 需要背这些圣经 大概我想 如果是背前20节 或者前30节 最重要就是这个圣经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仁爱 奔辞良善 信实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眼睛闭的都会背 为什么要背呢 因为别人告诉我们 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们常常 把它单独拉出来背 殊不知这两节 一定要放在上下文里面 这两节是指一个人 他里面有肉体跟情侣 肉体跟圣灵相争 圣灵跟肉体相争 当你一步顺服圣灵的时候 就跑出那些放纵肉体 十五项 把这边记载出来的 四大类的行为 可是当一个人顺从圣灵的时候 就跑出另外一些东西出来 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是我们一个顺从圣灵的人 他身上所能看到的美德 都是圣灵要赐给我们的 这些美德都是肉体情欲的相反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些行为的 我再说一遍 如果没有这些 没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通常有的就是肉体的情欲 但是一个人如果在圣灵的恩典当中 他可以产生神所喜悦 人所羡慕 你是自己能够感觉得到 你要知道这个能够感觉 这九样都是你自己感觉到的一种表现 就是为什么书天说 求主叫我们早早保得祂的慈爱 因为当一个人早早接受耶稣 早早顺从圣灵 早早享受圣灵所结美善的果子 在祂身上的时候 祂真的是能够享受这一些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 一些信主多年的人表现的那种笃定 那种泰山崩于浅 有一次我跟一个波波说 我的光景我就跟他赶来了 他跟我说 他说你交托神 我就心想说这三个字这么简单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有天大的事 这个人我相信他 他绝对不是说谎 他说我天大的事 他说我祷告交托 就可以把那样子的重担移过去 我问你容易不容易 你们没有矛盾过 挣扎过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问题 他就这样 我就觉得说这就是生命 这就是那个人 他被圣灵太多的管束 他知道圣灵在他身上 你看到那种笃定 那种美善 那种喜乐 外在的环境很麻烦 可是他那种笃定 不是他不受试探 不是他不受肉体的情欲的影响 乃是他等着顺从圣灵 习惯接受圣灵的引导 习惯接受圣灵的引导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就为你结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在加拿大书有五种表现出来的德性 当然绝对不止这九项 就像那个不是那十五项而已 他只是告诉我们说 有这九项的例子 和圣灵和肉体情欲的十五项是对照的 所以你发现圣灵的圣灵是太美了 这九项 就真的十五项的相反 当一个人顺从肉体的时候 有这十五项表现 当一个人顺从圣灵的时候 会有这九项的表现 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九种美德 一般而言分成三类 第一 第一类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美德 请你写下来 顺从圣灵的人会结出德性的果子 什么果子 以上帝为中心的美德 以上帝为中心的美德 有三项 仁爱 喜乐 和平 你不用找 就前三项 我告诉你 圣经的顺序 是很奇妙的 不是我们去归纳的 因为圣灵感动人 感动这些写圣经的人 他们就很准确地写下来 仁爱 喜乐 和平 这三项虽然是在人身上 所显出来的行为或状态 却是有关人和神之间的美善 第一项 仁爱 是相对于前面那个肉体的情欲当中的 第一类 就是性关系的败坏 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 第二项 喜乐跟和平 是相对于宗教信仰的物谬 也就是当一个人放纵自己的时候 他会有性关系的败坏 可是一个人顺从圣灵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暗 这两个是相反的 当一个人放纵自己肉体情欲的时候 就会产生信仰的物谬 可是当一个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顺从圣灵的时候 就会产生喜乐跟和平 正好是对等 圣灵所觉得的果子 第一个是仁爱 什么是爱呢 什么是仁爱呢 仁爱就是爱 就是爱 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爱 一个属神的人 一个在圣灵引导之下 受圣灵引导的人 第一个美善的表现就是什么 爱 就是爱 我们怎么判断一个基督徒 最粗浅的方法 最简单的那个看的表现 就是爱 他有爱的表现 他爱人 他爱人的表现是付出 他爱人的表现是给予 他让步 他体谅 他的爱不是情绪上的爱 他的爱不是情绪的表现 他的爱不是因为对方爱我 我也爱他 他的爱是很理性的 很理性的 他的爱是因为神爱我 所以我爱他 那这个理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这个理性是他顺服圣灵习惯的结果 因为神爱我 所以我爱人 那种直接的反应 结果多次的反应之后 他就变成那个爱 不是厉害关系 厉害关系是你爱我 所以我爱你 还有一种是 虽然你不爱我 我也爱你 可以我可以得钱 我也会做啊 对不对 你爱我 我不爱你 可是我得名 我也会做啊 可是如果你爱我 我不爱你 对 你 我刚才讲错了 对不对 你不爱我 我爱你 如果我得名 我也愿意啊 你不爱我 我爱你 如果我得钱 也可以啊 可是这边不是这里的爱 这里的爱是这个 对方爱不爱我 都没有关系 我爱他 是因为神爱我 因为爱而爱 不是因为对方可爱 也不是因为对方 给我什么利益 这种爱 表现出来这种神圣的爱 是对方得罪我 我能来爱他 这种神圣的爱 这种爱当然不是 也这种爱 不是没有情感的 正好相反 其实这种爱 充满了情感 充满了热情 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愿意为对方舍己 愿意为对方放弃 许多的权力跟主张 这个爱从神那边来的 这个爱是要圣灵来的 这个爱是从神那边 这是神圣的爱 这种爱是出自于神的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这样爱人 圣灵给人的爱 是神的爱 不是人的爱 我们是圣灵所引导 所结出的果子 是这种爱 跟人的爱不太一样的 人的爱最伟大 大概是父母的爱了 人的爱最伟大 大概大概了 虽然父母也有 也有 也有 中国人说 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现在发觉也有不适的父母 现在你看到社会局 在保护着一些人 那个都是不适的父母的孩子 我想人类最伟大的爱 大概就是父母的爱 大概 可是 即使是这样 他们还不是从神来的 真正神圣的爱 还超过这一个 还超过 那个必须在一个人 圣服圣灵的时候 他第一个体会到的 就是这个爱 第一个体会到的爱 是赦免的爱 神爱我们 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注意 一切的过犯 这怎么可能 我常常在想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神无所不知 我觉得神无所不在都没关系 无所不能也没关系 我说没关系 神无所不能不是很好吗 神无所不在很好 可是无所不知是我不能了解的 为什么神无所不知我不能了解呢 因为神如果无所不知 如果神无所不知 那么神明明知道 祂为我让耶稣基督成了拯救之后 我相信了之后 我还会背叛神 对不对 你们都不会 顺从肉体不就背叛神了吗 可是神仍然怎么样 爱我们 他不是事后爱我们 是原先爱我们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不仅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他也知道我们这个罪人 悔改之后还会背叛他 我常常开玩笑说 有谁知道你娶一个太太 有谁预先知道 你娶了这个太太 结了婚之后 他会红杏出墙 你还要娶的 有谁 没人 可是神明明知道 他无所不知 他明明知道我们会这样 所以神在旧约里面 神对以色列人说 我单单爱你 你却到处行邪欲 到新日时代还是这样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所有的一切 可是我们仍然在软弱在败坏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那个爱从神来的爱 是赦免的爱 是拯救的爱 当他持续顺服圣人的时候 他就会提到持续的爱 神无尽爱 神爱他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以神为中心的美德 以上帝为中心的美德 是人爱 那人爱是什么的相反呢 就是性关系败坏的相反 因为相信我们是叫神这么爱我们 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贯穿我们的时候 我们知道原来神的爱是这样爱的时候 我们不敢得罪神 因为祂是圣洁的 我们不敢得罪人 因为我们是爱人的 我们不敢得罪自己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越多认识神爱的人 越不敢做对不起神的事 越不敢做得罪人的事 第二 圣灵所欠的果子 第二个在人身上的表现是喜乐 喜乐谁不喜欢 喜乐是快乐 喜乐是欢乐 喜乐是玩乐 我们谁都喜欢喜乐 我们这里讲的喜乐 不只是这个喜乐 我们需要这些喜乐 我们需要这些欢乐 在忙乱的日子当中 适度的一些玩乐 也帮助我们健康 医生也告诉我们 喜乐就让我们身体 产生够多的免疫力 所以喜乐当然很好 高兴当然很好 但是圣经讲的喜乐 就不根基在顺利上面 不奠基在顺利上面 中国人的喜乐说 酒汉逢甘霖 对不对 他乡欲固之 重房发竹叶 金榜提名时 他讲都是顺利的 不是这里的喜乐 这里所说圣灵所结的果子 是喜乐 永恒的喜乐 是不变的喜乐 是不随着环境 心境改变的喜乐 这种喜乐 人间只有一种情形 大概可以说明 就是失去自由的人 重获自由的那种感觉 我们当中 不要举手 我们当中有人失去过自由吗 我是只关在监狱里面过 我们当中有人曾经 失去过某种那种安定的状况 比如说你有自己天气 也不能吃饭 我们当中有谁 被禁锢在一个情况里面 最后你无望的时候 被放出来 那一种就是喜乐 圣经里面的喜乐 主要是指着这一种 什么叫喜乐呢 喜乐是 当我们觉得我们无望的时候 我们突然有一天发现说 原来不是没有盼望 那个是一切喜乐的根基 我在空军服役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去 监狱做教诲教育 以后说谁愿意去 那我说我是基督徒 人家都不愿意做教诲教育 那我就愿意做教诲教育 我就去了 就每个礼拜要去 后来我就发怼我错了 因为我根本没有能力做教诲教育 我就跟他们说怎么办呢 他说你也可以请人去讲 因为我就去请人去讲 二十几年前就请什么 阮大年弟兄 林志平弟兄 我就请他们去讲 很多人就请孙悦弟兄 就请去讲 那空军服役就很高兴 很高兴 哇那都请这么有名的人 太好了 你继续请 后来我就去请个刘霞 大家听过刘霞吗 姓林志 我就请他 我就请他 他就说好 我说去监狱 他说好 他就去了 你知道他的内风丝关节炎 全身98% 住在轮椅上面 我们去接他的时候 空军泰车去接他 他说不要 他说我有专用的车 因为空军的车不能接他 因为他有个专用的车 要把轮椅推上去 固定在上面 哇好远了 后来我心里很不安 到那边 到那边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刘霞来了 我大概都认识他 就把所有的 除了独居房的重刑犯之外 全部都放出来 就在那个广场上面 当然四面的高墙 或是那个大楼 上面都拿着枪 下面的人都拿着棍子 因为不能拿枪 对不对 枪被他们抢走了还得了吗 就想说 就站在那边 围一圈 所有的兽群人都在那边 都里的光头 坐在那边 他就进去了 我就K进去 哇我就很得意 结果那个典狱长 跟那几个军官 就站在那边看 就让刘霞讲话 刘霞进去的第一句话说 你们有自由吗 你怎么看在监狱里面 提自由这个词吧 他说我们当中 你们是不是失去了自由 哇 你看那个典狱长 马上看我 你知道吗 结果我就 因为我没有问他讲什么 我想说这么 这么有学问的人 对不对 这么有见识的人 怎么哪壶不开心 哪壶呢 他就这样问 然后说你们失去了多少自由 还问他们说 我的记得好清楚 他说你们从你们住的地方 什么叫住的地方 是关的地方 从光头看出去 看到多少蓝天 我就心想说 你找茶嘛 后来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听的那中 就有声音了 很多人不没开始 后来他继续讲下去 哇可是他 他不像我讲道 你知道我讲道是很用力 对不对 他轻轻的讲 他就这样子 慢慢的说 他就说 他说你们行动自由不自由 他说你们当中 有没有人上厕所 需要人家服的 他说我告诉你 我上厕所的时候 需要人家抱 因为他不能动 他说我们当中有人 床上起来的时候 不是自己翻身下床的 有几个 他说我自己不会下床 因为他就开始讲 什么叫自由 他以他自己身体 身上所带来的不自由 比他们更甚 开始讲道心灵的自由 才是真自由 哇他就轻轻的讲 不像我们这么用力 风回路转 叹为观止 怪不得人家写书要买 对不对 哇讲完了之后 你知道全场一直拍手 不停 就一直拍 那天我变成英雄 你听不懂吗 请对人 如果那天出了问题的话 就变成狗熊 哇你知道 每一个人 受刑人 他们要回房间 对不对 要回自己的间所 每一个人回去 都很得意 这样回去 进去观 因为他们知道 心灵的自由 还是真自由 亲爱的自由 这个喜乐 这个喜乐 真正的喜乐 就是我们从仇敌 手中被救出来 我们的心灵 不再被禁锢 我们的心灵 不再被压制 我们的灵魂 是自由的 这是真正的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坦然的面对上帝 就是喜乐 喜乐的源头 是根基在这件事情上面的 是根基在这件事情上面的 所以有一次 路加福音记载到耶稣基督 让他的门徒 七十个出去团福音的时候 两个两个出去 回来的时候 高兴得不得了 跟耶稣说 哇 夫子 因你的名 鬼都服了我们 我们当中 斩过鬼 鬼服了你的心 举手 不多啊 可是那一天 定得医治 鬼被赶出去 他们高兴的 不能要回来 哇 跟耶稣说 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耶稣一盆冷水泼下去 他说不要因 鬼服了你们而高兴 要因什么 你们的名被 记在天上而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正的喜乐 是我们的名被 记在天上 把我们基督徒 体会到从神 而来的自由之后 我们就开始享受 其他的喜乐 这是那根基的喜乐 就是我们享受 名被记在天上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跟别人 同工的喜乐 并不是因为 对方讲理而已 我们同工的喜乐 是看到对方 竟然跟我这么不同 我们还能同工 就是喜乐 我们真正的喜乐 是因为 我们更多的认识 等我们就喜乐 我们有很多喜乐 可是我们根基不能失去 如果失去那个喜乐 其他的喜乐 都不是真的 否则圣诞来为什么说 若在百般的试验当中 都要以为什么 脑筋有问题 若在百般的试验当中 怎么会以为大喜乐呢 应该大悲哀嘛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若在百般的时候 可以大喜乐的缘故 是因为地上有一幕 天上有一幕 听得懂吗 地上有一幕 天上有一幕 这就是约伯器 好好约伯器 是先写到地上 天上的那一幕 再写地上的那一幕 对不对 如果我们只看到地上的那一幕 我们要失去盼望的 失去喜乐的 我们没有路可走的 如果我们不是看到 天上的那一幕 就是神掌权 天上的那一幕 是我们的名对 记在天上 那不然那些宣教师 怎么办呢 有多少宣教师 还没有踏上宣教工厂 就死了 有的人踏上去 就死了 所以真正的喜乐是什么 真正的喜乐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真正的喜乐是以神为中心的美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美德 喜乐 我们其他的喜乐 有一定都要过去 我们赚这么多钱 归给谁啊 我们这么多的享受 怎么带走吗 我们这么好的同工 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去哪里啊 我们全部人都变成尸骨一堆啊 这是真正的喜乐 我们今天暂时的分开 仍然是喜乐 对我们永恒还要见面 那就是喜乐 我们今天受苦 会成就神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我们喜乐 所以那真正的喜乐 是我们跟神的连结 那真正的喜乐不是顺利的 不是顺利的 不一定顺利 那顺利谁不喜乐呢 顺利不要信主也喜乐嘛 不小心捡到一张 捡到一张彩券 我没有说你去买 基督徒不太买彩券了嘛 对不对 那我没有说你不可以买 我说你不一定会去买嘛 对不对 那你讲你捡到总可以吧 捡到没人要 招领了半天 没有人要 后来你去对讲 你投十二亿 高兴不高兴 不高兴啊 不高兴捐给教会 教会高兴的 但是这个喜乐 要根基在那个永恒的里面 亲爱的心里面 所以真正的喜乐 是我们的明天记在天上 第三 圣灵所表现的果子 第三个是和平 这个和平不是宗教 仁爱信仪和平的和平 不是 这个和平也不是西线无战事 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 不是 这个和平是指的平安 平安 那如果你有比较记忆 这个和平是平安 平安 弟兄姐妹 新约当中出现九十次平安 九十次平安 什么叫做平安 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平安 我们什么时候失去平安 因为真正的平安 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真正的平安 就是从死里复活 真正的平安 永恒的平安 是从主耶稣来的 一切平安的源头是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三十六节的话 他从死里复活之后 讲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愿你们什么 平安 弟兄姐妹 他的复活是我们的笃定 他的复活是我们的把握 他的复活只要他活着 我们就有倚靠 我们就有盼望 你说当耶稣进到坟墓里面去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马上失去平安 对不对 以前耶稣在的时候还靠着耶稣 因为耶稣可以叫五千人吃饱 对不对 耶稣还可以走在水面上 靠着耶稣就没问题了 现在耶稣死了怎么办 耶稣真正的让我们得到完全的笃定 他从坟墓里面出来 他一出来我们就平安了 所以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他的复活是我们的平安 其实耶稣在还没有离开 门徒战时 这样子早就跟他们说了 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是自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他的平安给我们 而这个平安跟苦难没有绝对的关系 没有绝对的关系 意思是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什么 苦难 所以苦难跟平安没有绝对的关系 我说这个平安 我们以为的平安是 二楼摔下来 见到毫发无伤 叫做平安 或者是我车子相撞 撞到车子都坏了 我身体一点都没有困难 平安 不是 这个平安是另外一种平安 我没有说那个不是平安 可是真正的平安是 耶稣就从死里复活 所带给我们那个 永远不衰残的平安 当我们基督徒回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给别人顺利的 我们不一定给别人顺利的 有可能给别人不顺利 我们也不一定不遭受疾病的 我这一个礼拜去看了一个姐妹三次 我很少在一个礼拜之中 去看一个人三次的 我为什么看她呢 因为她的癌症最后 她痛苦得不得了 她最后这四年都躺着 全身痛 一直摸 一直摸 看到她说一直摸 一直摸 然后她这里统统是贴着那个麻飞 你们的麻飞在这种贴着皮肤上面吸收 这边贴着麻飞 真的不行的时候就打麻飞 医生已经 只要不要让她止痛 什么都做 最后用喝的 直接用喝的 你知道有一天我到了门口 他们说你刚好你现在不能进来 我说为什么 她三四的医护人员在急救 我以为是要过去了 我说怎么了 我说那如果再急救我就进去了 她说不是 不是 她痛得不得了 医生在想办法把她止痛 所以你可不可以在外面等一下 我昨天我又去陪她 陪她聊天 她是基督徒 她为什么说这么多苦 她为什么说这么多苦 911世界里面逃出来的不都是基督徒 在里面的也有很多是基督徒 921大帝人压死了基督徒的比例 跟全台湾基督徒的比例大概也差不多 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可是什么叫真正的平安 亲爱的教育里面真正的平安 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平安 是一个笃定 我比较喜欢用笃定这个词来表达那种平安 笃定是其实有很大的困难 我们仍然都稳定 这是圣灵的工作 你知道人爱喜乐和平 不是人能够用脑筋想的通胆 我即使解释清楚了 我们也不一定得到的 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动工 一直动工 一直动工 所以人爱就是神的爱 让我们能够体会到 而产生神对人神圣的爱 喜乐的缘都是我们的名对 记在天上 而获得不被剥夺自由 所生发的一种感觉 和平是耶稣基督战胜死亡 战胜世界 所带给我们的笃定 所带我们的笃定 这三项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美德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就会不去败坏我们的性关系 我们就把神当真神来拜 我们信仰上不会有物谬 人爱 喜乐 和平 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这三个比较难 后面三个就比较简单 第二 与他人相处的品格 请你写下来 三个 与他人相处的品格 第二 这与圣灵所果实的表现时有三项 就是仁爱 就是仁爱 恩慈良善 这三项都是我们与他人相处的美善品格 这个不是说这三个与神无关 不对不对不对 正好相反 这三个品格都是圣灵工作的结果 但是这种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的结果的直接表现 是反映在我们与他人的相处上面 圣灵动工在我们身上 我们产生忍耐 会产生恩慈 会产生良善 因为这三样 所以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人际关系就改善了 我们人际关系的那些放纵肉体 所产生的人际关系的破裂 因为这三样圣灵在我们里面动真 我们的关系就慢慢的复合 现在按着我们自己 我们跟人只有越来越不合 按着我们自己跟别人是越来越不合 只有一个办法让我们越来越合 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第一是忍耐 忍耐 忍耐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我试试看 忍耐不是只在痛苦的环境当中 我们竭力的忍受 表现出我们刚毅的个性 不是 忍耐也不是忍受牙痛胃痛等肉食痛苦 忍耐不是咬牙切子说 好痛啊 不过没关系我无盆有奶 忍耐不是这个 忍耐甚至也不是被别人误会 我们隐忍不发 表现出我们杰出高尚的人格 这不叫忍耐 这里的忍耐是什么呢 这里的忍耐圣经中最精准的解释 是马套福音十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 如果你要翻身解释 不然我讲给你们听 就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他欠了那个主人一千万银子 他跑到那个主人的面前 那个主人说 欠了一千万银子 把他的妻子儿女财产通通充公 结果他就跟那个主人说 主啊 宽容我吧 他说将来我一定要请还的 那个神就说 那个主人就说 好吧 他竟然这样讲 宽容他 宽容他 他说主啊 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心 圣经上说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注意听 并且免得他的债 那个主人就这样说了 就说好了 免得他的债 而且 呃 释放他 他本来说他要还的 他说连还都不要还了 放了他 那个仆人出来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 欠他几两银子啊 十两银子 就揪着他圣经上说 掐住他的喉咙 说 你把说欠的还我 他的仆 他的那朋友就 服服央求 他说 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一句子一模一样 听得懂吗 这句话 他的同伴说 宽容我吧 我将来必还清 十两银子 跟他跟那个主人说 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一千万银子的句子 一模一样 结果 他放不放他 我放他 忍耐就是这个字 宽容 宽容就是忍耐 所以宽容 忍耐的意思是 当别人得罪我们 当别人有负于我们 我们愿意 等候他 给他机会 等他改过 只要的忍耐 忍耐就是宽容 等待对方改过 等待对方进步 等待对方成长 忍耐不是饶恕 忍耐比饶恕还不容易 忍耐不是饶恕 忍耐比饶恕还不容易 因为饶恕的对方表示 原来对方对我不好 可是我从内心不予追究 我赦免他了 饶恕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是忍耐不是饶恕 忍耐还超过饶恕 忍耐我们感觉是消极的 其实不是 忍耐是积极的等候 是积极的等候 忍耐除了饶恕之外 还要等待 要给他机会 哥林多前书说 爱是红酒 忍耐 忍耐是爱的第一个 请问爱的最后一个是什么 凡是包容 凡是盼望 凡是相信 凡是忍耐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对我们最大的 难道不就是这个吗 神对我们最大的就是这个吧 安容我们 他不是饶恕我们而已 他还等我们回头 任何时刻 无论你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 无论你是基督徒 多少年 你第一次的得救 一次的圣灵感动 你说我错了 你就蒙饶恕 可是神永远用宽容的心 等候我们 所以宽容是忍耐 宽容是忍耐 这是圣经同一个字 我同一个希腊文的字 因为他翻译了把它翻成宽容 因为你会翻成忍耐我吧 这大家不懂 对不对 这是宽容 这是人对人的品格 这是圣明在我们身上 动工过头 我们对人的品格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品格怎么可能从人而来 弟兄姐妹 别人得罪我们 我不fight back 的原因是为什么 如果按着人的话 是因为你 打得我不够痛 所以我不fight back 如果按着人 如果你打得我够痛 我一定拜拜 任何人都一样 可是圣灵来的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美德不是人的美德 这个美德是圣灵动工的美德 而这个美德是神向人彰显 他宽容美德 所放在人的圣灵 放在人里面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被神用一千万银子放掉的人 我们要学习放掉人 食粮银子 叫做忍耐 当你开始学习忍耐的时候 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 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 过去 很多年前 她夫妻两个 现在有外遇 现在有外遇之后 就是越来越大胆 也让太太知道了 也让太太看到那个女人 后来跟太太说 我不会回来 太太说不 你还是回来吧 她说我不会回来 她太太就跟她 她今天就跟她太太说 让我们离婚吧 她亲爱说离婚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永远等你 那亲爱说你不用等了 你开玩笑 对不对 你等我什么 我根本不要你 什么坏话都 什么男生的话都讲出来了 那太太说没有关系 我就等你 这个家门永远为离开 以后她就把她的孩子带大 那个太太 过了七年 七年很长 她心疼回来 跪在地上 跟她太太说 求你继续接纳我 做你的账情 我请问你 这个先生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啊 要这样子说不容易啊 可是太太容易不容易 更不容易 这个宽容 这个宽容 所以饶恕只是打平而已 打平而已 宽容是还给对方台阶下 宽容是造个桥给对方过 宽容是造个路给对方走 宽容是与他人相处的品格 这个要圣灵动工才行 神不可能做到这样 第二 第二个圣灵所接出来 与他人相处的品格是恩慈 什么叫恩慈 恩慈跟忍耐有关 可是忍耐是指宽容 等待得罪我们的人回头 那恩慈是指的 对没有得罪我们的人的恩惠 没有得罪我们的人的恩惠 尤其是上对下的恩待 主人对仆人的恩待 主管不苛待附属的 叫做恩慈 本来上对下 只要公平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你超过 你不在公平的线上面 你还多给他叫做恩慈 其实公平起见 多的人不一定要顾念没有的人 多的人不一定要顾念没有的人 我们大家这样做工 对不对 我做工八小时 当然我拿八个小时的薪水 你做工四小时 你让他拿四小时的薪水 我为什么多把两个小时的钱给你呢 可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 对不起 但圣灵在我们里面说 所表现出来的果子是恩慈 他不配我们这样对待他 我们却如此对待他 是恩慈 是恩慈 圣经上说 圣经上说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什么 奔驰 所以一个圣灵在内心动工的人 他会善待别人 他会给别人的好处 他不是因为要对方给他好处 不是不是 他跟他也没关系 他跟他也没关系 有一次我跟一个基督徒在那边走路 他不在台湾 他在那边走 他们那边有很多的乞丐 那边有很多的乞丐 他就 他每次碰到乞丐 他就把钱给人家 他把钱给人家 那我就心想说这样对不对 因为我对这个社会不太了解 我对你怎么把钱给乞丐呢 因为我在心想 台湾的乞丐都是丐帮 对不对 就是说他就有组织的 有系统的在做 我说他们 我就跟他讲这个情况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 他就 然后因为乞丐蛮多的 他就看到那些人坐在那边 真的是断手断脚 真的断手 也不是装的 就断断脚 他就过去就把钱给人家 然后每一个就给人家 然后人家跟他谢谢 他也没有要人家谢谢他 他就放上去 他就赶快走掉 后来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样呢 我说你一定需要这样吗 他回答我一句话 他说主耶稣也是这样对我 这个恩慈 他不需要这样对开他 他说主耶稣也是这样对我 这个恩慈 当一个圣灵进到人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会这样做的 除非我们顺服他 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这是圣灵的工作 主耶稣在地上的表现 今天透过圣灵给我们看见的 就是恩慈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又不欠他 为什么要可怜他 恩慈 第三个与人相处的品格是良善 是良善 良善当然是指的一个人心地好 不做坏事 但良善不止于此 记不记得有个少年的官跑来见耶稣 他说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主耶稣怎么回答他 那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他说没有一个是良善的 这里说到良善是可以承受永生的 那我们怎么可能有良善 什么是良善 良善是指的内心无可指的完全的状态 不是指外表的情况 弟兄弟们 外表谁不会装啊 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个多简单嘛 对不对 你好你好你好 谢谢谢谢谢谢 这个 这个大家都会啊 哎呀你这些百忙当中来参加 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话谁不会讲的 稍微训练训练就会了吗 这个不是良善 真正的良善是内心 没有瑕疵 中文说中文也说 解余至善 这个不是人能做的 良善是指一个基督徒内心对人 不怀恶意 没有想占对方的便宜 而且要把最好的拿出来跟别人分享 良善更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更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因为良善是用来描述神的 你知道有几个词是用来描述神的 圣洁是用来描述神的 因为人找 所以这个字是要造出来的 就不知道怎么样讲神 知道我们说圣洁 圣洁的这个字重点不在洁在圣 我们以为圣洁是干净的意思 差远的 圣洁是不能靠近的意思 圣洁是大光 圣洁是你一靠近他 你什么都会造出来了 良善也是这样子 良善是什么 良善就是一片的量 你走过去 你越靠近 你越发觉自己的脏子 所以良善是这样 我们怎么可能有良善 良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慢慢的改变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所结的果子 不是马上的事情 那是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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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比去年良善 今年比去年恩慈 今年比去年宽容忍耐 一个人只有在圣灵的里面 才学会这些功课的 才会有这些美的 这个不是人自己做的 人没办法做这些事情的 没办法做这些事情的 最后一组 以对自己要求的纪律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不多讲了 对自己要求的纪律 就是三个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没有问题 信实我们都知道 就讲话守信用 我自己讲话守信用 信实是个很大的题目 Faithfulness 这个词有三个方向 一个对神忠实 一个对人信实 一个对己诚实 可是这个对己诚实 是对神忠实 对人信实的基础 所以一个人只有诚实地 面对自己 才会去依靠神 这就是信实 这就是信实 信实是耶稣基督的本性 我们只有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 圣灵感动我们 我们才变成信实的人 第二温柔 那温柔我再解释一下 因为温柔太女性化了 很多人温柔 我们基督讲话要很小声 我们基督讲话不要大声 我们不要吓到别人 不是 温柔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温柔的意思 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一种表现 它怎么表现 它是内在的 不是外在的 温柔不是讲话小声 温柔不是凡事让步 态度和气 不是 温柔是理直 却不用气壮表示 温柔是得理 不会不饶人 温柔是知道自己有 知道自己对 却不强势地表达 主耶稣就是这样 你知道主耶稣 是温柔的最典型的表现 温柔其实不是对着别人的 虽然结果临到别人 温柔是对自我的认知 温柔是自我认知 认知什么 认知我有 认知我对 可是我却不要做出来 我就不告诉别人说我对 这叫做温柔 主耶稣就是这样子 多少人指责耶稣 耶稣很多话都不回答的吗 只有比较多问他说 那你是王吗 耶稣说你说的是 他很多话都不回答的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 他知道自己对 可他不跟别人争 这叫做温柔 明明知道自己有 却不强出头 耶稣自己说 他说我心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柔和就是温柔 同一个字 所以耶稣说我温柔谦卑 温柔跟谦卑一定放在一起的 一个人一温柔 马上就谦卑 温柔就是我知道我是己有 别人不了解我 别人误会我 可是我真正我有 我却不生气 这个也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吧 同时说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我们怎么有办法呢 人不知还得了吗 对不对 人不知我对还得了吗 人不知他错还得了吗 这个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这是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温柔是圣灵 在一个人身上做出来的结果 我在说温柔不是对着别人 虽然结果临到别人 温柔是对自我的认知 耶稣就从天上来到地上 他知道 他知道要上十字架 还是他不争 就上十字架 这个温柔 这个温柔 节制我们都不需要讲的 节制是给自由的人的 没有自由的人不需要节制 但是你我是自由的人 需要节制 如果你在军队里面 你不需要节制的 因为配给你多少吃了 你就吃多少 叫你睡多少时间 你就睡多少 叫你穿什么 你就穿什么 这个不要用自由 自由是给我们这些人的 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拥有所有的自由 我们却不用尽自由的权柄 叫做节制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最后看第四点 如果结出圣灵的果子 一我们要弃绝肉体 弟兄姐妹 肉体是需要对付的 肉体是需要对付的 肉体自然的是会长的 肉体你不把它捆起来 它就做大的 肉体要压制的 肉体是要弃绝的 圣灵上告诉我们 我们要弃绝肉体 我们要主动的 跟肉体对抗 第二 我们要依靠圣灵 我们要依靠圣灵 自己的依靠有主动的意思 是顺着圣灵 是照着他的讲法做 当我们读了圣经 我们明白了 我们就照着做 这叫做依靠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要让圣灵 在我们身上动工 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肉体 跟圣灵那个增值 能够得到一个 神有喜悦的结果 我们要弃绝肉体 我们要依靠圣灵 我们现在来祷告好不好 天父我们求求你 我们今天用很快的速度 把圣经的这一段 做了一点点的分享 主要人的分享 真的是很有限 也老是讲不清楚 亲爱的圣灵 但是谢谢你 因为这些果子 都是你自己结的 是因为你在我们里面 结出来的 所以你一定会在 我们的需要上面 彰显你的荣耀 主要好像电流一样 通过我们 好像我们知道 仁爱 喜悦 和平 是我们跟你那种 很稳定的关系 宽容 恩慈 良善 我们拿来用在别人的身上 信实 温柔 节制 来约束我们自己 求你听我们祷告 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